HELLO 大家好 相机不从样就看Jayson Young 今年是2023年 再看可能是我的第二个视频 也可能是今年最后一个视频 其实今年在相机的买卖商 卖的比较多 可能卖了十几台 但是最近年末又买了几台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今年买的这四五台相机的感受吧 反正做一期可能会比较长 但是主要就是讲讲我对他们的体验吧 所以买的是这一台 这台是莱卡CL 配的是一个美能达的一个40F2 然后为什么买的相机呢 其实就是之前还在纽约的时候 然后在一个相机店 然后看到这个相机 然后价格我觉得还蛮实惠的 就跟莱卡M比起来 它可能只有莱卡M的一半 还有三分之一的价格 就是一个套机 套机简直就是我感觉性价比这么高 就想买来试一试嘛 反正我想莱卡很保值 等我拿到手之后 我就觉得哇这个过片实在太舒服了 这应该是我用过最舒服的过片之一吧 虽然以前莱卡M3过片也很舒服 但是它这个过片的声音 就是当你用过之后 你就觉得哇太太香了 但是这个相机过片是很舒服的 而且它体积很小嘛 画质我觉得跟镜头有关 我们跟Dollar就说 总的来说就是 当我握到这个相机的时候 我发现我的相机 应该是我的选择 我拍了一卷之后 我就把我的路来35都卖过 我有三台路来35 35SE 35S和35德国版 另外戴上去之后全卖了 因为我觉得路来35能做的 它都能做 而且它还有测光 而且它还能换镜头 而且体积也比路来35 我就大那么一点点 也是能放进口袋里的 所以我就没有任何需要 路来35的用途了 所以这台相机等于说 一机换了我三台路来35 总的来说还是蛮满 一个相机的 当然它可能也是有缺点的 缺点之一 就是它这个取景器是有限制的 它只有一个40的线框 和一个50的线框 可能有90 但是我没有90头 所以我不知道 但是整体这个取景器 有一点那么不清晰吧 可能它这里镜片比较多 所以其实对焦还比较困难 特别是它这个对焦窗 右边那条指针 其实蛮影响构图的 所以强烈建议 如果你用40的话 应该就换个外置取景器 蛮好的 其实除了之外 我觉得对我来说 应该算是我用过 比较现代的MG 因为我的MG都是很老的 什么M、M3都没测光的 然后M9这种测光也不是很准的 所以以前我有对测光不那么感兴趣 但是有了这个之后 就稍微可以有一些提示吧 它是中央测光的 所以我觉得有和没有 还是非常本质的区别 所以总的来说 我觉得这是一台 让我非常非常满意的一个便携机 之后讲讲这个镜头 这镜头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 它是一个40f2 好像来卡也做过一个40f2 两个成像应该差不多 这个镜头确实蛮出乎意料的 因为它应该是我用过最薄的镜头 它的厚度非常薄 但它成像又还可以 它这个成像圈 我觉得还是蛮大的 画质也算是偏现代 不像因为我之前用过很多 五六十年代老头 它的反差比较低 这镜头的反差还是蛮高的 而且最近最大距离也是0.8 总的来说我觉得还蛮万斤油的吧 比五十稍微宽一点 比三十五稍微窄一点 其实这个镜头 我觉得跟三十五的构图 只差了一点点 所以你用三十五去 你也是可以用的 反正我就觉得为了这个便携 我觉得也可以买 而且它价格特别特别便宜 我后来因为我买这个镜头 它有一些问题 因为大部分每人拿这个镜头 它都会起雾 或者是会涨霉什么的 我这台也没有错过 然后后来因为我回国之后 我就拿给一个上海的 什么飞腾修理去帮我搞了 但那个人修得比较粗糙 粗糙就留下点痕迹什么的 但是便宜 就好像三百多块钱 就帮你把前进组的煤给去掉了 反正买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 有没有煤 一般来说美奈达的镜头都会有煤 特别是它同期还有个28的 那个是非常容易涨煤涨斑点的 虽然都不影响成像吧 但是最好买一个有人帮你修过 这样会损失很多 反正这台相机我非常满意 我买了我拍的差不多六七卷吧 什么黑白什么彩色反转 反转没拍 都拍了之后 现在我觉得这台相机 应该是我暂时最喜欢的莱卡M 确点就是它可能需要去景气 如果你用28 35镜头 最好还是配过去景气 不然的话太麻烦了 其他的话我觉得完全没有 对我的使用来说没有确定 OK 说到莱卡 其实今年我还买了一个莱卡头 因为怎么说呢 消费降级嘛 正好碰到美国有个KH网站促销 它好像是黑位数促销 我就买了一个这个头 这个是不要看到 是那个莱卡的35 3.5 Sumaro 然后它好像是第二版的 第一版是Elma 第二版Sumaro 然后在这情况也特别便宜 好像就两三百美金 我忘了 然后就买了 当时也没太对它太到期望吧 反正就觉得 因为之前听别人说 莱卡的这个缩头 就是53.5和35 3.5 挺好的 我也没想有多好 因为纯粹只是觉得 因为我之前有配的是 5厘米的F1.5 太大了 那个镜头太大了 太重了 每次用起来我觉得太重了 我也不想带出去 我觉得这个镜头蛮好 就买来试一试 一试觉得 哇 绝对是 又是一个会证吧 特别是如果你是晴天拍黑白的话 这个镜头非常非常棒 在彩色胶片上 我感觉还一般 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在彩色数码上 稍微增加一点点对比度 其实它颜色也是非常非常好看的 反正这个镜头绝对出乎意料 缺点呢 也是它这个很薄嘛 所以它的光圈环调节起来有点麻烦 所以我大部分的时候 都是把它放在F8 然后那个无穷远盲牌 然后有时候就F3 两米左右的一个距离 它的对焦池在这里 这个镜头和莱卡CL 有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搭配 因为莱卡CL 它的 它的这里 有一个测电池的 你这个 但是这个镜头 它那个转接环有点大 对焦环有点大 所以当你把这个对焦环转到 测电池的这个孔这里 正好是两米 所以非常非常适合接牌 当我就是如果用CL的时候 你这个头直接一拉就要两米 都会无穷远 所以这个镜头 其实和CL也非常非常配 缺点就是你在这个3F上 它是没有35的线框的 当然你也可以配一个非常大的 我之前有一个什么35到135的那个 但那个太大了 这次回国正好也搞了一个 这个是谁做的 Light Lens Lab 搞了一个 但怎么说它是仿的 所以第一感觉就是 当我用这个看和这个看 其实两个差距差别 没有太大的区别 当时我以为我坏了 后来我去问了卖家 他说这个东西怎么 怎么说 就是一个把玩性质的东西 它不太能用作实际的使用 如果你要实际使用的话 你必须这样看 左边看一点 右边看一点 他能看全 一眼的话 估计就是45和40的左右 当你要左看右看 才能把整个去景框看起 其实这对焦起来非常麻烦 构图其实还蛮麻烦的 但是这个作为盲拍会好一些 你看出去40 但是它会把后面外面一圈再包起来 所以如果对一些街头摄影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主要它是非常小 它和这个相机很配 这个配饰的作用 反正这个东西我不是那么建议买 但是好看是蛮好看的 这个镜头非常值得推荐 绝对是宝藏 而且特价特别便宜 现在可能多少钱 两三百美金 好像刚才说过 其他的话就没什么想说 CNF其实本来我想卖的 后来也没卖出去 发现最近胶片机价格跌了很多 所以就不卖了 留着也蛮好用的 做个装饰也行 我还买了一些中画服相机 简单说一说吧 也就是纯粹就是因为便宜所以买了 比如这一台是ETR Bronica 以前一直听说Bronica非常好 动音哈苏 确实画质非常非常棒 而且怎么说呢 画质有点远超我预期吧 我以前对他的画质要求没那么高 但是当我用一卷Portra 配上这个 这个是什么 Zena E2的头 之后发现颜色极其的好 然后我之前我配的是AE的取景器 后来我回国也买了一个简配的 中国造的一个简易取景器 所以我看外面的景的时候 会非常非常立体 就算你录拍照 光欣赏这个就已经非常非常棒了 而且这个对焦品很亮 其实我觉得不比哈苏的差 而且他有很多什么列纹那种 很方便你对焦 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个性感率挺高的吧 但是他在镜头选择比较少 他没有一些特别大光圈的 所以他只有一些比较普通的那种 那么75 50 这种大家都有的镜头 所以当你已经有马米亚系统 或者你有这种哈苏系统的话 其实不用考虑这个镜头 这相机现在好像 之前还蛮贵的 现在也蛮便宜的 现在买的人很少 他有一个135的后备还是蛮有意思 但是那 网上可能要买四五百 比这个一整个套还贵了 所以就没必要买 这种还给他配了一个手柄 手柄也非常非常好用 总的来说 他这个重量差不多1.2公斤 如果你配的这个腰瓶的话 其实还蛮方便携带 而且他很可靠 是个单反 所以如果价格合适的话 这台蛮适合入门的 说到穷人的哈苏 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相机 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台可能制造人比较少吧 它也是一个腰瓶7的一个相机 它是叫COA 6 这个是MM版本 就是可以多重曝光的 然后这个相机用的人更少了 几乎没人听到 我给他买 买的时候 他有一个8050 还有个800头 800头 我觉得使用几率实在太少了 我就没买 我觉得 其实这个相机 我没拍过一卷嘛 现在只是用拍力的简单 试拍一下 觉得画质还可以吧 这个802.8的这个头 我觉得 852.8的头 画质还可以 比我想象中要好一些 但是和哈苏没有认真对比过 可能价格差不多 但它比哈苏的头要大和重很多 可以给大家听一听 它这个上学的时候 这声音还是蛮响的 我这个版本 它是不能换后背的 所以只能像路来一样 拍完一卷才能换底片 总而来说这相机 没有人会买 用的人也很少 也不方便流通 所以也不是太推荐吧 除非你价格特别便宜 但是它的画质还是OK的 至少黑白上画质还是OK的 如果你碰到便宜的 也可以买个试试 但是如果有哈苏 就不用考虑这个 OK 最后是这两天刚买的 最后是这两天 刚入手的一个XED 也是回国的时候 突然发现网上有一台 特别便宜的XED 当年我记得XED 可能要1万多美金 一个单机 过了几年之后 它特别便宜 好像前 今年的时候 它可能在美国 一个套机 就是XED2加45P 可能也就四千五百美金 不含税 所以价格还是非常给力的 我现在胶片原来贵了嘛 胶片机也不是那么好卖的 所以其实我对胶片机 也没有任何太大的兴趣 想再买新的 然后就想 那就搞一个数码试一试 毕竟它是一个4433的 33的底嘛 肯定比重画幅好一些 正好也能看一看 我那些135的镜头 它的成像圈多大 暂时是想给它配个 45P或者28P 正好就 因为前两天刚到 就想拿一个转接环来试一试 正好我有一个Context的51.4 准备转接看看效果 其实效果还行吧 Context它成像圈是有的 但是它是略微 这个边角会有一点黑的 可能成像不是那么好 但是如果你把它换成 那个XPAN模式 还是蛮不错的 其实用这个最大的原因 就是想用它的XPAN模式 配一个比如说28的头 或者35的头 就等下差不多 哈苏45的画质 因为它这个好处就是 它用XPAN模式的时候 它有一个水平仪 它同时又有一些 别人没有的东西 我给大家看一下 它有个裁切 裁切里是可以选择 选择XPAN的 它这个非常棒 而且它有水平仪的话 很容易就能对准 它有一个上下左右的水平仪 还蛮好 但是缺点就是 它这个转接是电子快门 所以非常非常容易歪 而且它电子快门是没有声音的 所以你也不知道到底按了没按 反正不太推荐转接吧 转接最多只是能临时用一下 你真正想要去拍的话 我觉得还是推荐去搞一个相应的镜头 我觉得如果你拍广角度的话 这个28P还不错 45P好像听说这个对焦不是很好 所以我准备买一个试试看吧 但是我觉得45P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太广了 所以最后可能我会买个65P或者55P 但55P现在美国这边都缺货 价格也太贵了 所以我现在不一定会买 我觉得可能65P现在就65P和2845P 这三个始终选一个吧 大家如果用过XED的话 也可以给点意见 其他就没什么了 最后总结一下就是 2023年确实人生发生了很多变故吧 也没有太多时间去玩胶片了 而且胶片价格越来越高 胶片机的价格越来越低 所以现在就想尽可能把那些自己不用的东西都卖掉 精简记的器材 以后拍照可能还是会继续拍 但是收相机买相机的这种事情会做很少 所以这个频道可能以后也是变成一年一更也有可能 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吧 有个共同的爱好 新年快乐 好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